你知道自己的一线在哪儿吗 还有同志说这一线在顺一线附近 没有正确的医学知识很可怕 天哪 这也太吓人了 健康之路 特邀我国未尝外科和重症医学领域资深专家刘宇春教授 60%的直肠癌我都能摸得着 没有任何一本教科书上 医学的书上说什么叫生病 有健康知识 无装你的消化系统 敬请关注 了解健康知识拥有健康生活 欢迎各位来到健康之路节目 欢迎各位 最近这个系列呢 我们请到了我们国家著名的这个 肠胃外科学的专家 重症方面的专家 刘宇春教授 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 认识一下我们整个消化系统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集这个系列的 我们要讲到消化系统的最后一站 肠子 肠子是个通称 它到底在我们的消化系统当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北京大学第一院的刘玉昆会长 欢迎刘教授 您好 小妹好 欢迎你 最近这些天我们跟刘院长聊天聊得特别开心 刘院长呢真的是让我觉得这医者人心呢 他可以把自己的很多的经历分享给大家 今天节目开始之前我先请问一下 这个今天讲到的肠子 您不会再有个人体验了吧 实在是不幸啊 也有过呀 你们是想先猜题还是想先听这个 先听故事 这都什么人呢 你跟我们讲讲怎么回事 自己因为得过一线炎 被开过刀 所以肚子里边一定有长粘连 因为它一粘连它就容易不通 所以就容易形成长羹组 我又比较贪吃一点 我喜欢吃这个大枣 有一次一个朋友从新疆 给我带过来的这个哈密的大枣 那个枣很大 吃了一个觉得不过瘾 再吃一个 练着吃了五个 几个小时以后肚子开始疼 到半夜里就疼得更厉害 那肠道呢 就被这大枣剩下的一个残余物堵住了 结果就引起了肠羹组 也挺痛苦的 五个早就不行了 对 如果没有做过手术 没有肠粘连这种情况下 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你看看 院长为了让大家多多关注我们的肠子 都把自己的隐私家底都翻出来了 我们谢谢刘院长 咱们来提问题了 第一我们的肠子 你看都包括一些 大肠小肠板肠 板肠的驴 大肠小肠 直肠 直肠 盲肠 结肠 刘院长来说说 这么多的概念是怎么回事 大家看这个模型 这中间粉色的这一堆 这是小肠 一共有五到七米肠 五到七米 我看看 一二三四五六七 我们的小肠 这怎么塞进去的 如果您把小肠剪开 把它的肠黏膜都摊开的话 它整个的面积 猜一下 有多大 像一平方米吧 一平方米 三点五平方米 三点五平方米 还有认为大的吗 我觉得应该有篮球场那么大 我们的想象就到篮球场了 刘院长 像足球场一样的 因为它不光是一个平面的 它里面还有皱臂 有绒毛 两千五百平方米 我都想住进去了 继续 大家看这个灰色的部分 是人的大肠 大肠的最起始的部分 我们管它叫盲肠 就是这个位置是吧 对 底下这小啾啾 蓝尾 上面这点这是 盲肠 再往上一点 这个位置叫声节肠 上声的声 这个横着的就叫横节肠 然后这一面左侧的叫降节肠 降节肠拐过一弯来呢 叫乙状节肠 然后是直肠 最后是出口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那个名词 现在大家明白一个事 就是食物在大肠里边的运行 是怎么样的 是什么方向的 顺时针 那么我现在再追加一个问题 我们的肠子 这头大家知道了 就肯定是到出口了 那头是从哪开始 起始的地方应该是从十二指肠算起 十二指肠25厘米 小肠5到7米 节肠一般是1.5米左右 肠子主要起什么作用呢 大家大声说 吸收我 吸收啊 消化 消化吸收 我还以为这个异口同声呢 又有问题了 刘远长 应该是说消化吸收 以吸收为主 好 咱们先说第一道题吧 小肠那种动叫什么动 蠕动 好 问题来了 来 各位请看 小肠的这种蠕动 每分钟有多少次 两到三次 五到六次 八到十次 八到十次 不用不用不用 好 来 一百个观众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其实我觉得哈 这个小肠动多少次 主要是取决于吃什么东西 B 我来个C吧 现场的观众 怎么选 请看 49个人支持连续 28个人支持小林 来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 各位 请看大屏幕 B 每分钟蠕动多少次 这道题 直接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概念呢 刚才小林说 可能跟吃没吃饭有关系 跟吃的食物的多少种类有关系 你这话是有一定道理 今天这个标准答案 说五到六次呢 是个一般意义上 可能是在空腹的情况下 每分钟五六次 但是大家要知道 这个人的小肠 这个动得有快有慢 刚才您说直肠子 对 就是他有的人对某些食物不耐受 比如说咱们中国人 很多人对牛奶不耐受 喝完了以后一会儿就拉 他一定是胃肠道整个的蠕动都很快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有的人胃肠道都不动 就是我们做手术 给病人麻醉以后 他的胃和肠子在那静息状态下 在那休息 做完了手术以后 他的胃肠功能也需要大概有两三天的时间才恢复 我们经常考我们的医学生 手术以后我们怎么知道病人的胃肠功能恢复了 我知道排气 排气与否 对病人来说对医生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咱们中医选择的一个词大家知道叫什么叫出虚功了吗 他管排气叫出虚功 然后我们西医一般选择叫排气没有 但一般老百姓说可能形容这个事就说放屁没有 对 所以我们选择一个折中一点的词 对对对 叫排气没有 对 这个排气与否 它实际上是肠道功能恢复没有的一个标志 中老年更明显 每天一到了下午肚子就胀 然后就出去溜弯 溜弯的过程当中肠蠕动就加快 然后你经常听到周围 病想 自体被伏 有一定程度的污染 尾气污染 我们每天 大家知道排气 这个气是从哪来的 一部分是自己吃的东西以后发酵产生的 但是大部分的气体都是我们吞咽下去 就随着喝水吃饭 说话 等等都咽下去的空气 然后再排出去 您做手术的时候 见过那肠子是怎么动的吗 肠子它一般的麻醉以后它不动 我们有时候为了给学生演示 说您看看这肠蠕动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拿手一敲 它有一个先天的保护的机制 它就要收缩的意思是躲开你 它就变细了变硬 它有环形的肌肉 也有纵形的肌肉 如果这两个同时收缩 它就变成一个硬管一样的 像一个锁条 我们拿这气球来跟大家说说吧 如果肠蠕动环形肌肉收缩的时候 它就相当于这样 它就这样蠕动的就往前走 实际就把这个食物 就挤出去了 就往前挤 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纵形的肌肉 它保持这个肠道一定的张力 就是它也是这样 有一定的张力 再加上环形的这样挤压 它就往前走 实际那蛇的蠕动就是那样 好了 我们说了这么多的基础知识 那么关于肠子 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神奇之处呢 我们会请何嘉博士来告诉您 虽然说肠道 我们看不到它们 但是它们却经常和我们有交流 它通过两封信寄给我们 一封就是便便 还有一封就是排气 肠道的很多信息 都可以从我们的便便 还有排气当中让我们了解到 另外肠道的这个动力 是来自于它的这个蠕动的 那么对于医生来说 我们还会经常的来听一听 这个病人的腹部 这个肠明音 就是这个病人肚子里面 咕噜咕噜这样的一个响声 通过它的这个频繁 还是减弱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这个肠道啊 蠕动的情况是不是良好的 在我们的这个消化道里面啊 还有五百多种细菌 那么这些细菌啊 和我们的人体呢 都是这样一种 共存共生的关系 人体呢 为它们提供了一些养分 而这些细菌利用人体的养分 发酵之后 它们的一些代谢产物 又可以反过来 为我们的身体提供很多很多的好处 最大的一个好处 就是和我们身体的自愈能力 是有关的 大家想一想 如果说我们因为生病啊 有的时候会便秘 而有的时候呢 可能会腹泻 其实呢 都是因为我们正常的 这些细菌 它们的这个组合啊 被破坏掉了 我们用一个专业术语讲 这叫做均群失调 那么为了我们肠道的健康 我们还要注意的是 一定要谨慎的服用抗生素 一定要谨遵医嘱 好了 下来 谢谢何嘉 刚才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肠子自身是会蠕动的 这是很正常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它不动了 或者它不按照这个规律去动了 那可能就代表肠子出毛病了 肠道的非正常蠕动 大概会有这么几种情况 我们请刘院长简单的解读一下 动得太慢 就刚才我说了 做了比如说有麻醉的状况下 它可能就动得比较慢 甚至不动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供应小肠的血管 如果堵塞 它就会因为缺血 甚至发生坏死 它也不会动 另外动得太快 就是属于受到了一定的刺激 包括像刚才您说的 有人是直肠子 它对食物不耐受 然后它想往后加快 把东西排掉 这个感到疼痛 往往都是蠕动的过快 甚至有一点痙攣 就收缩的太厉害了 所以我们就会感到疼痛 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这肠道 无论是外阴 还是里边有东西 引起它的堵塞 它就不通了 也会是一种 出现这种非正常的蠕动 我个人有个很好奇的问题 肠子里边有神经吗 有神经 它蠕动是因为有神经肌肉 有神经的支配 但是我们的腹部 这个内脏 一般来说没有明显的痛感 这个疼痛是哪来的 是腐膜 大家知道这腐壁 最里边有一层膜 这个腐膜受到刺激的时候 它就会引发疼痛 肠道本身 它对冷热触摸刺激 它有反应 但是你拿刀拉它 这人也不会觉得疼痛 这么神奇 大家知道 餐桌上上的 所谓的溜肥肠 炉珠火烧等等 用的一般都是节肠 大肠 所以我们外科 大家要吃饭的时候 有时候 大家老开玩笑 说这段是横节肠 还是乙状节肠 我们会去判断它的部位 加起来说 这看看这块是 是哪段节肠 就是大肠一般的做食品了 小肠用作最多的 就是做香肠 大家知道香肠往里灌肉 灌碎肉 实际那层皮用的是小肠 小肠 小肠还可以干什么用 世界上最顶尖级的 这些网球选手 他的球盘那个鞋编的 我听说 都用的是阳肠线 所以他用不了几次 就得要换 非常贵 主要是因为利用了肠子 它有一个弹性 它的弹性非常好 它的弹性到底有多好呢 来 咱们猜猜看 肠道弹性最大 可以扩张到正常的多少倍 小肠正常这么粗 它可以扩张到多少倍 4倍 6倍 10倍 我们讲的是直径 直径 来 100位观众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我说四倍 您琢磨吧 我这盘七米的肠子 都是这么长 这么宽的 三厘米这么宽的 等等等四倍 我肚子撑死也就到这了 差不多 这要是十倍 前后就这么粗 对了 对了 这有点意思了 有点意思了 通过前几期的这个经验 我觉得还是选第二个 六倍 六倍 现场观众的选择 看一看 56%的观众 支持了小林 六倍 22%的观众 支持了连续 最大问题 电视机前观众 思考一下 广告之后 告诉您答案 欢迎回来 健康之路 肠道的这个弹性 到底有多好 来看看正确答案 各位 一般的 我们给别人 做手术的时候 见到的小肠 大概比拇指粗一些 就两三厘米 差不多 但在长耿组的情况下 就是前面有一个地方堵住了不通 这个近端的小肠 它就会逐渐逐渐的扩张 如果是慢慢慢慢的 比如说今天一点 明天一点 连续几天 它就会扩张得非常粗 我见过 打开肚子一看 它的小肠能够扩张到这么粗 但是大家要知道 到这么粗的小肠 它薄的就跟一张纸一样 所以稍微一碰就破 大家知道长耿组的病人 是一定不能坐飞机的 气压的变化 对 因为外界的压力一低 里边这么高的压力 爆了 肠破裂 肠梗组到底是怎么堵住了 来看看 这肠梗组病人的腹部的S光片 我们所见到的这个黑影的地方 这都是扩张的小肠 里边是气体 然后这横的 大家见到一个平面的 对 那底下都是液体 这里边是水 上边是空气 您看这肠管有多宽 有多粗 这是典型的小肠梗组的S光片的显影 肠子堵上了 那可是叫命的事 来 咱们看看肠梗组的四大症状 这个人是不是肠梗组 就这四个字 疼 吐 胀 壁 疼呢 就指着肚子一阵一阵的疼 就阵发性的腹痛 如果肠子不通了 消化液排不下去 吃了食物排不下去 那怎么办呢 倒流了 为了保护自己 它倒流回来 就吐出来了 吐完了以后 疼痛就减轻了 它没那么胀了 对 但是吐我还可以做点解释 如果 这个小肠梗组的位置 越靠近十二指肠 这个吐发生的越早 吐出来的东西 往往都是苦水 就有胆汁 胃液等等都吐出来了 如果这梗组的部位 特别靠 靠下边 靠远端 吐出来的东西 就有点像粪一样的东西 所以这还是知道 根据吐的内容 您知道这个耿阻的位置的高低 什么叫胀呢 就是肚子胀 就刚才他说的这样 我胀子会很厉害 我们见到这种长期耿阻的病人 他的肚子胀得像一个大的气球一样 他手摁都摁不动 高度的蓬龙扶杖 非常厉害 什么叫B呢 就是停止排便排气 堵住了 对 如果完全的停止排便排气 这就证明这个人是完全的耿阻 如果还有一点点的排气 就是不完全的耿阻 刚刚您也说到了这种疼 大家知道这个地方如果出问题了 也会疼吗 蓝尾 蓝尾那疼起来我是见过的 疼得满地打滚 大小伙子哇哇哭 这个疼啊 跟您说的这个疼一样吗 蓝尾炎的疼往往都是持续性 长羹组的疼是振发性的 一阵一阵的 大家知道小肠的蠕动 是每分钟有几次吗 它一蠕动来了 它就疼 然后蠕动过去 它放松的这个时候 它就不疼 所以它一般的规律 长羹组的规律 就是振发性的腐痛 但是如果到了一定的程度 羹组的时间太久了 这个长臂已经有炎症 甚至坏死的时候 它就老疼了 所以我们换一个词 就叫持续性疼痛 振发性加重 一阵一阵加重 如果发生了坏死 它会引起腐膜炎 腐膜炎再加重 就会引起感染中东性休克 这病就死于感染 大家知道我们说这个古代 说这个人自杀 选择吞金而亡 对 大家知道吞金而亡是怎么死的吗 我过去说是因为那个筋子重 坠 坠死了 它就是因为它重 胃因为很厚不容易破 实际是把肠子穿破 穿破以后引起抚摸炎 感染 然后病人死亡 实际一个非常漫长痛苦的过程 它不会吃完了马上就死 它得持续若干天 换一招吧 换一招 这也太吓人了 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吃的不合适 就很有可能造成这个耿煮的 我们带来了这么几样 来 大家看一看 两位来挑挑看 咱们分成两拨吧 耿煮的割前头 不容易耿煮的割后头 柿子不好消化 枣不好消化 菠萝不行 为什么 香蕉不行 香蕉怎么不行 香蕉是可以通电的 柚子可以 柚子没问题 芒果不能吃 为什么 因为芒果它里头都是丝 那不是粗纤维吗 更容易 那一人一个 它粗纤维不行 我觉得是还可以 香蕉到底是不是呢 我现场尝一下 你们俩多转一会儿 我把它吃完 行 想玩了吗 转完了 你吃完了 香蕉我也读也不读 来吧 咱们请裁判吧 主要的是前面这两种 一个是大枣 一个柿子 柿子 柿子我没买着 我们那是柿饼 但是我们证明 行吗 这个柿子做成的柿饼 已经有很多老年人爱吃 另外在北京的山区 还有一种东西叫黑枣 跟柿子类似 每年到了收获的季节 我们医院就有若干 三个从密云 从哪山区来的病人 因为他们爱吃 吃完了以后 柿子里面有一种柔酸 和胃酸作用以后 它会就形成一个团 我们管它叫粪食 然后堵在了肠子的某一个地方 就形成了梗阻 这个枣呢 大家知道这个枣皮是不消化的 像我们这样的被开过刀的人 如果粘连成一定的角度 您吃进去了很多的枣 那些枣皮堆积在这儿 然后它过不去 就会形成了梗阻 那院长专门拿过来的熟的枣 这个是要跟大家做一个解释的 我是为了给大家演示这个枣皮 您吃完了以后 它会有多少 您看我就这么简单的抓一把 就把这些肉都挤出去了 您就看看 我刚才抓的这六七个枣 会剩下多少东西 这些皮它是消化不掉的 所以大家吃枣的时候 一定不要一次吃太多 好 谢谢刘院长 除了刚才我们说完吃以外 可能还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况 给一些特殊职业的人带来这个麻烦 还有一个叫一石屁 有的人喜欢嚼头发 大家知道这头发是消化不掉的 所以它在胃里边就形成一个毛团 就把幽门堵住了 有的人排过了幽门 堵在肠道的某一处 也会引起梗阻 在临床我们都见过这样的人 另外肠道长了恶性肿瘤 堵上了 它容易堵住了 对 有些老年人有习惯性的便秘 就排不出大便 存时间久了 它也会引起梗阻 我听说有些工人特别容易得这个 对 特别是装卸工 奴村里人都知道 原来没有机械化了 拿铁锹往车上装土 特别是吃饱了饭以后 马上就去工作 然后一弯腰起来 弯腰起来 它就容易形成了一种耿阻的一个很极端的情况 就是肠扭转 就像这个 正常是这样 如果它转了一圈 它就有一个耿阻的地方 甚至有的人转好几圈 供应肠管的动脉都给加弊 所以这肠管也没有血液供应 甚至发生了整个的小肠都坏死 就非常严重的一种现象 这是我们讲到的一些特殊的情况了 也提醒大家格外的要注意 那么我们刚才所有说的这些 这个叫什么 叫梗阻 另外其实肠子里面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一张图片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叫什么呢 叫肠吸肉 就是这个在正常的常年膜的基础上 长出来这么一个东西 我们就管它叫吸肉 这个呢又不算肿瘤 但是呢在肠表面确实是一个 多出来一块 对 这个容易长在哪一块呢 来 各位请看这道题吧 最容易发生在哪个部位 十二指肠 小肠和结肠 想一想 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十二指肠是哪儿啊 你看它都不知道在哪儿呢 最上头这儿 一出我都懵了 这儿 连背的那块 就是刚出来 我觉得就是这儿吧 这儿啊 小林 小肠 为什么呢 它长啊 刚才不是五到七米吗 对嘛 就是它的发声味 对嘛 所以啊 来 看看大家的选择 百分之三十四观众支持连续 百分之四十二的观众支持小林 百分之二十四观众结肠 好 正确的答案是哪一部分呢 请看 左 好 来 这个标准答案是结肠细肉最好发 也没有特殊的道理 一般的它比例占得非常高 一说细肉往往都指的是结肠 这个小肠和十二十肠发生的几率要小得多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好像心肉善良的一方面 因为我们人类现有的检查的手段 就最容易看见的就是这个结肠这一段 我们可以通过结肠镜 这一点五米都能够观察得到 小肠是人体里头 这个胃肠道系统里头最难检查的一个部位 最隐秘的地方 够不着它 结肠镜最有经验的内窥镜的大夫 也只能看到末端小肠的二十多公分 现在国外也发明了一种叫胶囊胃镜 就吞进去 对 吃进去一个胶囊 实际上它带摄像头 然后它经过食道胃 然后最后排出来 全程录像 但是大家知道 它这个摄像头 它就在这个胶囊的某一个点上 所以它经过的这些地方 你想想经过了一个暗道 它可能看的就是那一点 所以它会遗漏掉很多的部位 所以这个技术呢 现在虽然有应用 但是代替不了其他的检查手段 这是跟我们讲了 在这个科学探索的过程当中 这个确实还有很多路要走 好了 我们讲到这个肠细肉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请何家博士告诉你 好的 小蕾 既然它叫做肠细肉 那么顾名思义 它是长在我们的这个肠道里面的 它是属于一种黏膜增生性的一种疾病 一般来说啊 大小不一 小的呢 可能就是米粒大 跟小米似的 那么大的呢 可能像花生一厘米左右 再大一些呢 最多的可以达到这个三四厘米啊 像这么大 一般来说啊 长细肉的这个发生啊 和年龄 有一定的关系 随着年龄的增加 那么长细肉的发生率 也是有一个上升的关系 相对于男性和女性来说的话 男性的发生率 要高一些 我们把它贴到这里来 这就是关于长细肉的一些知识了 下来 好 谢谢曹家 大家可能对普通观众来讲 这个长细肉如果真的检查出来有 那它既然是个多余的东西 那是不是到医院就得把它给切了呢 一般是这样 因为长细肉它是一个新生物 而且相当高比例的长细肉会变成癌症 特别是有一种叫家族性的细肉病 它可以多到这个整个结肠上 满部的都是细肉 几百个 像这类的病人 它有遗传家族史 而且往往到三四十岁的时候都会变成癌 所以这样的病人 我们一旦发现他家里边 兄弟姐妹里边有一个 我们就会提醒他 你全家来都做检查 最好的一个办法 就是把整个的结肠全部切掉 一点结肠的黏膜都不要留 你只要留了一段 这段它还会长 到了一定时间 它变成癌症 您刚刚说的那个检查 那是家里边有这个情况 您会建议 其他的人是需要做这个检查吗 对 也有散发的病例 所以我们现在主张 四十多岁以上的人 就做体检的时候 应该做一次结肠镜 如果结肠镜发现没有问题 可能隔五年四五年以后再做 如果说这次发现有细肉 我们现在有很好的手段 顺便就用电切的手段 就把它切掉 一旦发现有细肉 切掉以后 这样的病人每年要做一次结肠镜 很多现在老年人 比如说六七十岁的人 发现结肠癌 往往都是在细肉的基础上 癌变来 早发现早切除 可以增加那个生命 对 您倒推回来 如果比如说二十年以前 它要做过肠镜 把这细肉切掉了 那可能就不会得结肠癌 所以这个也是特别提醒大家的 到了一定的年龄 要提前的去进行检查 刚刚讲的细肉 可能相对于我们的理解来讲 它还不是那么凶险 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到 就是肠子里面 长得最可怕的一种病 而且是目前来讲 发病率也在节节攀升的 就是癌 来 各位看看这道理 出现了哪个症状 各位最应该警惕 这个肠子里面长矮了 有三种情况 突然间发现 自己排便的习惯发生了改变 第二感觉腹部紧张 第三是感觉到消化不良 来 一百位观众拿起表决器 请表决 选择A 排便习惯改变 因为前段时间我特别要好的一个朋友的爸爸 就是因为他是直肠癌去试了 当时他发现的这个征兆呢 就是大便变得不规律 另外还有变血的这个现象发生 从那个信号然后去检查 对 来 连续 那你都说了这么专业了 我就随着小林呗 随个份子 来看一看大家的选择 请看 27%的观众支持A 但是有48%最多的朋友支持B 腹部肿胀 有25%观众认为C 消化不良 那么这道题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广告之后告诉您正确答案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健康之路 这道问题呢 是目前来讲 也是这个发病率在不断增加的一个非常严重的情况 那么哪一种情况呢 来 请看正确答案 没错 首先声明 这个地方说的肠癌指的是大肠或者叫结肠癌 结肠 人体很奥秘 最勤奋的器官不容易得癌症 大家很少听说过心脏得癌的 小肠也很少得癌 但也有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结肠 得恶性肿瘤 一旦发生结肠癌 最主要的临床的表现是排便习惯改变 它指的是 比如说原来是正常的性状的大便 现在突然变息了 或者原来偏息的 变得特别干 还有一个习惯的 就是原来一天一次 现在一天变得两次 或者三次甚至更多 这都叫排便习惯的改变 这个大肠癌如果说靠近肛门的地方 直肠的肿瘤 它可能这个溃疡有坏死 就是这个肿瘤有坏死 里边就有血管有出血 可能表现的是有鲜血便 如果是更靠上面的结肠长的肿瘤 它不会表现的是鲜血 可能有点暗的颜色的 您要查大便浅血的时候 它可能是阳性 那个便血跟有的说 那个痔疮的那个也会流血 就是越靠近肛门的 长的肿瘤 它容易出现那种 就是有鲜血 所以要鉴别 到底是痔疮引起的出血 还是肿瘤引起的出血 检查也很容易 就是外科医生 拿手指头 做这肛门指针 一摸 就能感觉到 这个地方是长了东西了 还是因为痔疮引起的出血 直肠癌最耗发的 就是在十公分以下 大概就我这手指头 八到十公分这个距离 百分之六十的直肠癌 我都能摸得着 所以各位真爱生命 我们来再总结一下 除了刚才说那几条 还有一些是大家 格外注意的信号 体重减轻 一般都是比较中晚期的 病人才会出现 长在右侧的 就是盲肠 生结肠的肿瘤 容易出现贫血 我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描述他的 最近一段时间的表现 他就觉得他越来越没劲 他说我在家里边老埋怨 我丈夫说我这自行车 蹬着越来越费劲 说你也不给我告点油 实际上不是因为那自行车有问题 而是他自己的体力有问题 他到医院找我来看病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是一个严重贫血的病人 他家里人甚至周围的人 因为天天看他 没有感觉出他这种变化来 但是他一进医院 在我的对面一坐 我一看他就是一个严重贫血的病人 实际上最后我们给他诊断 就是结肠癌 引起的贫血 已经有了相当长的时间 手术虽然也做了 但是半年以后 四十多岁的生命没有 另外腹部可以有肿块 一旦能够摸到腹部有肿块的时候 那瘤子也很大 也是很严重 大便形状改变 往往都是靠近肛门的地方的肿瘤 因为它离着肛门太近 成形大便往外排的时候 甚至有人看到上面 就是有一个划痕 一个槽 那是因为那个地方 有肿瘤突出出来 它这么往外排便的时候 形成了一个痕迹 所以形状有改变 往往都是很靠近肛门的肿瘤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大家的饮食的结构发生了变化 现在我们的胃癌的发病率 有下降的趋势 结肠直肠癌的发病率 有上升的趋势 吃得好 结肠癌的发生率高 吃得不好 胃癌的发生率 最高 所以这是就回到我们 中国传统的东方哲学 就讲究过犹不及 什么事情要讲究一个度 我们要非常感谢刘院长陪伴我们 度过五天的时间 让我们从头到尾 重新去认识 了解了我们的消化系统 五天的节目的最后 刘院长告诉大家您的健康主张 您最想告诉我们的是什么 善待自己的胃肠道 平衡饮食最重要 谢谢 再一次感谢刘院长的到来 也感谢大家五天的陪伴健康入路 今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节目 谢谢大家 他来自宫廷流行民间 他汇聚精华滋补身体 他补血液气防病抗衰 那一上来给大家拿了一样东西 在冬天要是吃起来的话 估计明年春天啊 您就能够上山打虎了 他就是高方 哪些人群适合服用高方 服用高方有哪些饮食禁忌 健康之路告诉您 冬季进步高招高在何处 敬请关注